無敵還沒緊當背景 G7高峰會各國領袖立正站好 但表情好嚴肅 氣氛好冷淡 跟去年相比差很大 美國總統川普結束北約討債刑 把不停蹄到意大利西西里島 出席G7高峰會 或許是在北約峰會 這個推人舉動太驚人 川普跟其他領袖格格不入 經常落單 但被冷落的最大原因 恐怕是太愛唱反調 川普大走保護主義 還批評全球暖化式騙局 威脅退出發離氣候協定 跟其他國家槓上 不過在反恐方面 G7成員有志一同簽署聯合聲明 要切斷恐怖組織經濟命脈 要求臉書等網路科技拒播 防堵激進主義 意大利選擇在西西西里島舉辦峰會 目的是希望能喚起國際對地中海難民的注意 本次峰會也邀請了五個非洲國家 27日將討論如何協助非洲發展經濟 記者綜合報導